我国海军司令部以审议三号计划为名 推动对美国采购12架MH60R反潜直升机 不过现在恐怕出现变数 因为传出美国国务院已经在日前 正式致函给我国的国防部 否决台湾发出的邀价书 全案带高层一决 国防部长邱国正监到立法院备巡 表示目前没收到美方的任何告知 我们听一下怎么说 对美军购都有一定的流程 我们按这个流程来走 不管同意不同意 之前我们都会知道 他也会告知 但目前为止我没有接到任何告知 我们既然当初评估 要做这个预算编列采购 那就一定有依据 有依据加说其他有任何意外原因的话 那也会做一个调整或者一个转环 没有讲中途 我们走一半测案 可以听到邱国正表示 既然当初编列采购 如果有意外原因会再做调整 不会有走一半测案的情况 而其实在之前 美军被业界就传出 这个案件迟迟没进入 千发邀价书的程序 是美方以不符合非对称战力原则为由 反对台湾投资这项武器 但邱国正认为台湾以弱极强 就是不对称 国防部一直都朝着 不对称战力的思维来思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